特别是在我们先前这个世界 真的是楞严经上 佛给我们手记 佛的预言 讲得太正确了 讲末法我们这个时期 邪死受罚了 如横祸杀了 正法很不容易听到 你听的都是邪死受罚 你所接触到的 你看到的 听到的 接触到的 全都是邪的 歪的 这个麻烦大了 你没有能力辨别 什么叫正法 这是什么原因 不能怪自己 也不能怪别人 也不能怪社会 更不能怪政府 要知道 这是许识多多条件 造成的 还有历史的因素在其中 这个一个时期 一百年里面 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了 我们中国人 对自己的民族自信心 丧失掉了 看到外国的月亮月 什么都向外国人学习 把中国 五千年老祖宗的教会 疏惑了 疏远了 到现在呢 将近一百年了 问题出现 这个社会上 正气没有了 正气没有 取而代之什么呢 邪气 我们用外国人的话说 这磁场 以前 这磁场是 能力道德 所以 邪门外道 有 他不敢出头 他藏起来 现在这个社会 正气没有了 他全冒出来了 没有受过 圣贤教育 没有受过 宗教教学的寻陶 你在这个社会上 确实 不知道什么是真 不知道什么是邪 更不能 其会 正法 其实其如 会是体会 那就有功夫了 那法会 才真正能够 是名副其实的 做到这两句 这两句 就是同佛之间 同佛智慧 那么我们在现前 这个社会 如何能保住自己 不会受 不会受 邪魔 外道的干扰 我们只有一个方法 绝对不能 离开 离开佛经呢 佛经里面 所讲的是 正法 我天天都佛经 天天给一些朋友 多少不拘 三个五个也行 十个八个也行 几十个几百个也行 每一天 每天在一起 学习 在一起 研究 讨论 念佛 修行 母外力量再强 他干扰不到我了 如果我们三天不念经 不读经 不跟佛菩萨往来 你的心会动摇 大概一个星期不听经 你就会 心就变了 你就会入了 魔道 邪道 外道 你就入他们的道 很可怕了 所以学佛在今天不容易 在上一个世纪 没问题 我们这个世纪 学佛是非常不容易 一天都不能离开佛菩萨 佛菩萨在那里 经典里面 不可以离开今天